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KOFGym這個實況操作環節 今天我會和Carl一起清零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Carl 我最初入職KOFGym時,其實我是一個副寫員 其實一直以來對健身都有研究 而且我一直都有跟Terry去學一個PALA LIFTING 所以機緣巧合之下,在公司成為了KFGym的教練 今天這個訓練是關於我們訓練上半身一些Pulse和Pull的訓練 近期我已經轉了去操練這個力量營的訓練 主要就是說什麼呢? Big Three、三大、Dead Lipper Squad和Bench Press 但是因為我早前,如果大家有看IG 其實我告訴大家,我的屁股是弄傷過的 所以我最近都是主要針對做一些臥推的訓練 事不宜遲,開始熱身 臥推的動作,當然要先打開鞋子空椎 你可以像Carl一樣 用FORMOLA去到背部 又可以做像我一樣 用按摩球 一按摩這個樣子 裡面猜자를知道 去玩主要不太集合 但是在下看到我,需要寫居 就 müsst完蛋了 可以很承認 然後把肉身的毫無可惜 біль滅 我覺得這幫隊 夠不藝 來到第二 和雙腿附近的肌肉 原因是因為我一會兒做座椅的時候 我會有機會用到背鎖肌和雙腿 開始之前都問問你 你也知道我們設定好計劃給自己訓練的人 要跟得很足 即是說我們這些東西都很個人化 你又有自己的計劃 沒有自己的計劃 為何你今天會跟我編 你是我老闆 你叫我做甚麼就做甚麼 上星期測試完 今個星期的計劃 所以動一下就算了 所以不會影響到計劃 全部都可以的 超級基本的計劃 較好 除了 我 bottom了 下級了 盛載的手術 因為我們未去做的設計設計 可能都是大概五至六下 不會做太多下 因為你要留足足夠的力量 到正式組的時候 去推進去 我們一定要每一下都計算 做得好做得好 就算今天可能是去下降 來跟我玩一下 他的形式各樣東西 都要整理得很緊 一開始我們第一個動作 就是做一個Feed Up的Bench Press 為何要做Feed Up呢 Feed Up就是我們可以 儘量避免我們用Leg Drive 去令我們更加穩定的力量 就只是用上身背部 去幫助自己有一個穩定 Feed Up的力量更加多 到我們真的做一個正常的我推的時候 發揮會更加穩定 我們的精神 看來我們做一個更加密會的 剛才問我以前操練有否訓練夥伴 以前我操練的時候我沒有按指標 原來我現在要操練力量 以前我打算希望操練得健碩一點 會有一期期有朋友跟我一起操練 開心一點 亢奮一點 有一個人在你旁邊勾喊 叫你 你也行嗎 你會很亢奮的 所以也有段時間有 那你呢 中學的時候也有一兩個 真的沒什麼特別 有春興派蘭沒有春興派蘭沒什麼特別 因為只有吹水 其實我當時也是勾玩的 他也跟你一樣勾玩 那無所謂呢 大家勾玩也沒什麼好說 然後我之後去了書記 就是在我K哥 如果有K哥這個人 上一段影片為什麼可以這麼傻 因為我真的撞過他 真的有這個人 K哥就天天在我耳邊旁邊吹水 他就是你的春興派蘭了 他想做我的春興派蘭 他經常跟我說 喂 明天上來 明天上來跟我學習 是啊 明天他不只想做你春興派蘭 他只想做你SES派蘭 糟了 為什麼你會想到這樣呢 大家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呢 就是說到我們真的訓練力量訓練 這些程式的時候其實是很毒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一個人做就行了 但是剛才聽到你的說法裏 其實聽到的一件事 就算是你說力量訓練 其實都可以有春興派蘭 你說過幾件事我覺得 為什麼需要呢 就是因為好像你剛才說 我們拍了一些影片 或者互相可以幫大家去看看 就算大家的程式不同 你有一個春興派蘭 這件事是OK的 還有你說運運 因為雖然我們有很多時候 經常拿那個辛苦的數字 都是RPE6、RPE7 希望拿好的技術 但有時候可能你那天的狀態不行 又或者不要說不行 是你可能那天要推些Single Double 或者是最盡三下的 你可能那個重量真的會高一點 那你有一個人幫你去Unwreck 去令你不用浪費過壓力 其實某程度上力量訓練 有春興派蘭都是好 有春興派蘭 下一個動作是演奏 Overhand Press 這個動作只有我自己的計劃 因為我自己想訓練好 Overhead Press 和多練肩膀 我自己喜歡 所以你們的訓練中 亦牽涉到我一會兒 跟Kyle聊天的一個問題 就是Periodization 周期性訓練究竟是怎樣設定 某程度上很大 就是取決你自己的喜好 和你的目標 究竟你想做些甚麼 你才編排相應的動作 進入你的計劃中 不是別人做甚麼 你是做甚麼 周期性訓練是甚麼 其實就是我們會設定一些計劃給自己 因此著一個漸進式超負荷的原則 一路慢慢變強 今天我們想和大家討論 究竟有哪三個元素 在Periodization中那麼重要 訓練量 訓練強度 訓練的頻率 訓練量 其實就是關於適應性的幅度 做得多還是少 我們在訓練中提供了一些壓力給我們的身體 我們再去對這些壓力做一個對抗 令到我們可以處理這些壓力之餘 在之後休息足夠 再超越它 人體大概 可以做到三至四組 其實都已經很足夠的 並不會說 你可能做到七至八組 即不是說七至八組一定不行 但當你做七至八組一個動作 它有機會超越了你本身身體所能夠適應的負荷的時候 它有機會做成退步 所以我們的訓練量 必須要是 屬於一個正向的目的 而它增加或者減少 就不是說做得越多越好 所以大家要留意 然後再等會 我們下一個民宿的 但是 對 我們也減少 讓我們用不和 可以打算 我們 去 我們 好 我們 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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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重點是訓練強度 訓練強度是決定我們訓練適應性的種類 其實我們要知道我們怎樣計算我們的訓練強度 其實強度的定義是等於我們舉幾重 就是我們有機會有時會講一些 我們1-Wed Max 我們一下最大重量是多少 然後計算一下% 如果大家以往有看過漢博 Thomas Sow的影片 其實我有些集數可能跟大家講過 究竟最效益到刺激增機的重量是多少 有機會是一下最大重量的75-85% 但這個也是很理論上的 另外就是我們會計算我們的RPE 即是我們的運動自覺強度 可能我們推了5-6下 我們最後只剩下4下 我們知道我們的運動自覺強度大概是RPE6 我們大概可以測試到 究竟我們推薦的辛苦程度是多少 強度是多少 我跟卡羅想 現在是專攻力量的 我們會在主機器那裏 做很少早數、很少下數 今天不同 我們平時會做3組5下 3組3下 4組1下 甚至乎一組1下 幫我們穩定我們的技術 以及我們要發力量 我們便知道 究竟我們的訓練強度 是因應著甚麼目標和目的 進行這個安排和計算 反而最有趣的就是機肥帶 機肥帶 比較上跟力量和爆發力不同 基本上你用大重量 小重量或中重量 你都可以刺激到你的機肥帶 另一個例子就是我們要推很多次的 我們推很多次 推到接近力 我們才會刺激到我們的機肥帶 但其實當我們做大重量或中重量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做8-12下 或者5-8下 其實都很快可以激活到我們的運動神經元 令到我們很快就達到 這個刺激肌肉生長的原理 我們下一個動作就會做Led Pull Down 但今天我們是做Single 單手 一般你會見到我們做Led Pull Down的時候 我們分散開兩邊瓦開的手肘 但這個是不同的 因為單邊的問題 我們要看回那個Anti-Rotation 平衡性 以及更加集中在Led 時 我們會將手肘前一點 坐下去 有一點11字手向前坐下去 基本上這裡都中了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單邊做Pull Down 比雙手Pull Down更辛苦 所以我很痛恨這個動作 有很多人都說 究竟Hypertrophy和力量是否直接掛勾 沒錯 當你有更大的Mass Hypertrophy的時候 你是會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在力量上方面推得更加高 但是不是你越大的Mass 就代表你可以發揮的力量 不是一個直接的關係 但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 Hypertrophy的肌皮帶 在這裡讓我們有這個發展空間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所做的Accessory 都一定是針對我們的動作 而去安排 就不會是因為 我去推Band Trash 或者我去拉 我想拉的時候 我的二頭肌比較好看 所以我會練大一個二頭 或者我推Band Trash 你看到我的肩膀更好 所以我會練大肩膀 我就做Hypertrophy 去做一個Pull Down的動作的時候 練很多Body Build的動作 那不是這樣的 你如果要設定一個計畫給自己 你要很針對性地知道 你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去練大肌肉 去到輔助 有什麼故事 這麼容易留言 對辯護膜 我的天啊 有看來 他們開始把的時候 解決了 Pe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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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星期我總之有兩次 Frequency 或者有二十多組 這樣就會變大 接著到甚麼 接著呢 接著到這個 Cable Press 和二頭玩具 我的天啊 為甚麼你會變得多 厲害 我今天變成身體製造嗎 不如放我吧 12 度 12 對了 我們慢一點 好笑 出來都慢了 我們一般的訓練 做這個 Press 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樣 跟我們推Dumbbell 或者推Machine 一樣 我們感受 由這個位置 我們不要想用手去動 就是手感受 我們從肩膀 這個位置 去到裡面 雞心位 這條線 用這個感覺 打算壓迫它出去 每一下都是 你就可以把胸 推到最緊 總之手肘 永遠重量在哪裏 就手肘指著哪個位 前臂都是 從重力方向 成一直線 大部份你就不會做錯了 exp拐 れない 問題 我們時間 沒有 不 小 在 你 只要有系統性、系統的訓練 你無論如何都要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知道自己什麼時候睡覺 知道什麼時候睡覺 你在做什麼訓練 怎樣去建築 其實很重要 好過你自己去健身室 兩三天操爆 操好脾氣 尤其是在力量訓練 操好脾氣真的沒什麼用 不然如果你真的自己寫program 自己寫program給自己 RPE 或者RYR 你要很清楚自己怎樣去做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個有系統性的訓練 其實你應該要把自己做多重 你應該要這樣自己做 否則 這個都是我以前經常犯的錯 我以前亂加重 加5、加10、加20 亂加 你是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進步 其實有很多新手 一般你初聽RPE是什麼 RPE RPE8 代表什麼 很直接地說 代表你推完重量還有兩下剩 你如果作為一個新手 其實你是很難 你不是很感受到自己怎樣為之RPE8 怎樣為之RPE12 因為有機會我會問 有時候我會問我的學生或他的學生 我會問 你現在做了多少 RPE8 或者RR2 然後我叫他下一組 你現在才做了12下 一會兒做到14下 或者做到RRR1 然後他開始做 他慢慢做了14下 然後他不停 還繼續做下去 做到第17下 然後我說 你剛才做12下你說RRR1 不是 做一下好像不是 在你的腦海之中 其實你們對於RRR1 或者是RPE890的定義 其實你們是不清晰的 所以如果最初期 你跟RPE和RRR的概念 跟得不好的話 其實你們那些很多都變成了 是Jungphorium 因為去不到一個 Stimulus 的下數 所以在這裡 其實很建議 你們一開始 不用今天是Blow 或者是否有疲倦 因為你們最初的時候 你未知自己的目標 是想調整力量 還是想調整hypertrophy 所以如果最初做的時候 你不妨試試推動自己盡 真的試試做到 剩下你所知道意識到的一下 即是無論你做15下好 做16下好 或者做到最後 那一組 你試試做到沒有了為止 最後一個動作 做這個Inclined的二頭勾舉 這個Inclined的動作很簡單 純粹讓你的人 做不到一些momentum 一些借 這個Inclined的動作 會不會失去 負責任的動作 這句我只想知道 我會失去 好 你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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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動作 我會失去 你結束了 我會失去 我會失去 你結束了 我會失去 你結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要跟我们这么做 你也可以试 但这个未必是你的目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目的 如果大家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未订阅我们的Facebook 和IG和Miri 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和我订阅 订阅 以及追踪他的IG KR是什么 Karl Lift the Bullies 记得追踪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的KLF Gym 有1对1 1对2 以及group class 可以给你们报名 有兴趣的话 可以报他的课 或者报我的课 或者报 躲起了Ivan的课 好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有兴趣的话记得 KLF Gym 来上我的课 拜拜